本音评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五七五章强拆 福利院是慈善性质的 而且这里面有几十名孩子 无家可归 你们捐建一所福利院很难吗 叶浩轩冷冷的说 你谁啊 捐建不用钱吗 滚一边去 继续 鱼龙根本看都不看叶浩轩一眼 手一挥 铲车司机开动这铲车 轰隆隆的向一边的一间小房子推去 不 不要 里面有婴儿 刘曼斯声尖叫道 只是轰隆声中 他的声音显得那么无力 就在这个时候 绍青莹突然冲上前去 直直的站在了铲车的正前方 力声喝道 停车 你特妈的 你不要命了 看到前面有人 铲车司机这才停住了车 他探出脑袋指着少青莹喝道 马上滚开 你不要以为你长得漂亮 我就不敢黏你 惹毛了我照样压过去 那司机喷着酒气 说话舌头都有些大 天知道他喝了多少酒 你再向前一步试试 叶浩轩出现在铲车的正前方 他猛地踹出一脚 光荡一声巨响 铲车 正前方的巨铲马上凹进去一个海碗大小的坑 哎呦妈呀 见鬼了 铲车司机吓了一跳 他的酒精化成冷汗 顺着脑门躺了下来 这家伙还是人吗 要知道 铲车前面的巨铲是纯钢打造的 子弹都打不穿 叶浩轩一脚能把钢板踹进去一个凹坑 这一脚要是踹到人的身上 还不把人给踹成肉酱了 你傻啊 刚才多危险 你知道吗 叶浩轩心有余悸地看了邵轻盈一眼 那司机喝得醉醺醺的 要是脑袋一发热 邵轻盈现在估计早就出事了 邵轻盈微微一笑 并不害怕 相反因为叶浩轩担心他 他心里竟然涌出一丝窃喜 你 你是谁 鱼龙吓了一跳 他这才发现 叶浩轩原来是一个狠角色 他庆幸刚才没有跟眼前的这个年轻人 直接冲突起来 不然的话 他带的这几个人还真不够看的 想想一个正常人 能把铲车前面的钢板踹坏吗 我是谁你不用管 你拆迁这里 首先要拿出相关部门的红头文件 让我看看拆迁补偿的标准是什么 再者 你和业主没有达成协议 你这属于非法拆迁 还有 你刚才不顾他人的生命 强行拆迁 你这属于违法 少青莹淡淡的说 少跟我讲这些东西 我只知道这片区域属于我们成建局管 你们不要多管闲事 不然的话我让你们好看 鱼龙指着两人喝道 东西不拿出来 你动一下试试 少青莹向身后一指 纵横商场十余年的气势 陡然而起 虽然他的衣着依然是那个邻家女孩的打扮 但这份酒居上尉的气势让眼前的人心中微微的一颤 霸气 叶浩轩暗暗赞叹 能在一个女人身上看到这份霸气 少青莹 果然不简单 你 你到底是谁 鱼龙开始有些底气不足了 虽然他只是一个小科长 但是这些年混迹官场的眼光还是有的 少青莹不凡的气势 让他心里一颤 别管我们是谁 滚回去把手续弄全了再来 不然的话我打断你们的腿 叶浩轩冷冷地说 你知不知道你们这是在干扰 我们执法 信不信我现在就报警把你给抓起来 鱼龙大怒 他被少青莹的气势给吓到 但是这个年轻人算什么东西 也敢跟自己这么说话 看那模样 充其量是一个保镖 妈的 自己好歹也是个官 什么时候保镖都敢跟自己这样说话了 你可以抓一个试试 叶浩轩淡淡地说 好 你狠 有种你等着 今天不把你送到看守所里 我跟你姓 鱼龙摸出了手机 就要打电话报警抓人 就在这个时候 一辆轿车开了进来 从轿车里面走出来了两个人 两人边讨论边向这边走来 呵呵 沟总 你过来了 其实这点小事 交给我处理就好了 劳宁亲自出马了 看到这种情形 鱼龙慌忙放下了手机 一溜烟地跑到前面去 笑得跟哈巴狗一样 小鱼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勾劳武漫不经心地问 勾总 马上就要解决了 请稍等 鱼龙连忙陪笑了几句 然后转过身来 摆出一幅威严来 不相干的人员全部出去 我们要依法对非法建筑进行拆迁 你 你 在不服气的话 我抓你们走 在这个大老板的面前 当然要做出一副有能力的样子 如果这点小事都办不好的话 以后他在领导心里的印象 肯定要大打折扣 我还是那句话 合同文件拿来 否则的话 你动一下试试 叶浩轩淡淡地说 来人 把这小子给我抓起来 敢抗拒执法者 你的胆够大的 鱼龙大怒 向叶浩轩一指 等等 那名沟总突然双眼一直 连忙跑上来 沟总你放心 他们这些刁民 我分分钟解决了他们 鱼龙培笑道 然后沉声叫道还不把他们扭起来 刁民 叶 叶医生 那名沟总惊喜地叫道 叶浩轩一愣 这才注意到沟总 他细看了几眼 这才恍然大悟道 你是沟老五 对对 是我 我就是沟老五 难得叶医生还记得我 沟老五惊喜地直搓手 之前他在强拆大黑他们居所的时候 叶浩轩就在场 教训了他一顿 但是把他多年不举的毛病给治好了 沟老五也算是能人 他接触到京城的那个圈子 近段时间来叶浩轩的名声在上流圈子里大造 他这才意识到 这是位高人 沟老五 我之前对你说过 想要子孙的话 要多行善事 多基应得 你没听到吗 叶浩轩淡淡地说 叶医生 我一直是按照您的吩咐做的 绝对不敢再拖欠别人工资 而且我也没做过什么坏事啊 沟老五有些摸不凿头脑地说 这间福利院 你要拆迁了 叶浩轩问 不错 这是一个新项目 但是 我都按照补偿来的 而且 我已经跟官方交代过 要建一家新的福利院的 资金已经拔下来了 沟老五有些惶恐地说 一边的鱼龙脸色瞬间变白了 他脑门上的冷汗躺了下来 不错 沟老五的确是说过 新建一家福利院 而且 规模比这一家更大 还有一系列捐赠资金 不过都被他和他上边的人 中饱私囊了 现在沟老五一来 他马上露线了 除了几百元一平方的拆迁费外 别的他什么也没提 刘曼愤怒地说 什么 几百元 沟老五瞬间怒了 他转身喝道 于科长 我对于这里的拆迁补助 是数千一平方了 到你们这里 怎么只剩下几百元了 你们中饱私囊了多少 不是 沟总 你听我解释 是这样的 鱼龙大吉 要是这件事情 抖出去了 他还有他的上司 都会完蛋 解释个屁 我现在就往纪委打电话 天子脚下 竟然还敢中饱私囊 你牛逼 沟老五大怒 这些家伙们 吃香太难看了 不给他们点教训 是不行的 在京城 莫打滚爬了这么多年 沟老五自身 也是很有实力的 他一通电话打过去 纪委方面马上立案调查 而且事情查清楚之前 鱼龙以及他的上司 都不能离开京城 完了 接了局长亲自打过来的电话 鱼龙瘫倒在地上 一时间后悔不已 这次的项目 的确是他和他的上司 一起谋划 中饱私囊 原本想这刘曼 没势力没后台 想乘机捞一把 没有想到会落到了这种田地 是不是觉得 这个世界不公平 回去的路上 邵清莹问道 福利院的事情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沟老五答应 捐建一座规模更大的福利院 而邵清莹向刘曼捐资5000万 以后会把这家福利院 作为重点扶持对象 无所谓公平不公平 这是天道 叶浩轩淡淡地回答道 天道 邵清莹重复这这几个字 他的神色有些复杂 他淡淡地说之前 我之所以没有向这家福利院捐钱 是因为我觉得 在华夏 像这种福利院有千千万万 我帮得鸟一家 又帮不了一千家一万家 那现在怎么又想通了 叶浩轩笑道 现在我想 能尽一份力 就尽一份力吧 管不了整个华夏的福利院 至少我眼前的 我可以看到 邵清莹道 叶浩轩微微地点点头 现在他们所在的小区 已经被规划了 能搬走的大部分都搬走了 没能搬走的 也只是一些 暂时没有找到房子的人 在微微显得有些空旷的街道上 一大一小两个女孩 引起了叶浩轩的注意 一名稍大一点的女孩 大约有十岁左右 她身边的小女孩 只有三四岁 大一点的女孩 正在细心地为小女孩梳头 小女孩似乎是在闹脾气 但是大女孩一点都不生气 她只是安抚自己的妹妹 依然很耐心 很细心地为小女孩梳头 很快 一个漂亮的蝴蝶结被扎成了 直到这个时候 小女孩才开心了起来 两姐妹在路旁无忧无虑地嬉闹 小女孩才开心了起来 小女孩在路旁无忧无忧无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